1972年,毛主席交给周总理一张纸条,给西沙群岛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纸条上只有两个字,却让寄予我国南海的国家如临大敌 后来不仅损兵折将,甚至50年不敢靠近中国半步 在场的人全都一头雾水 不过区区两个字,怎么会让这些国家态度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直到看到了伟人两个字的内容,所有人才真正明白那些国家如临大敌的原因 在这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1972年,因为不满美方从越南战场上撤军 南越军队便将触手伸到了我国边境 希望能通过侵犯我国领土的方式来将越南战场扩大,打消美国的撤军念头 1月17日,南越军队入侵我国西沙群岛 将金银岛、甘泉岛直接侵占,并打死打伤大量士兵和百姓 眼看南越军队将五星红旗摘下,还将自己的国旗悬挂在西沙群岛 周总理忍无可忍,马上与叶剑英一同写下请传报告 交到了毛主席手中 在看过报告内容后,毛主席怒不可遏 当即他便在报告上写下同一二字 并表示自己将亲自指挥队阅一战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毛主席的这一决定十分冒险 除去军舰作战能力的天差地别之外 我国海军作战的部队甚至都没有经历过一场实战 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因此在得知中国的对战决定后 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此战中国必输 而西沙群岛也将归为越南所有 面对各方面的不看好 已经81岁高龄的毛主席并没有因此却战 虽然身体情况急速下滑 但毛主席还是坚守在了后方指挥 考虑到中越两国的武器差距 毛主席审视夺势 命令部队尽量减少正面迎战 而是利用自己的灵活优势躲开越南舰队的炮火瞄准 果不其然 正如毛主席预测的那样 南越舰队大多笨重 根本无法准确瞄准我方舰队 趁其不备 我方舰队顺利击成了南越一艘军舰 将作战局势彻底扭转 十几分钟的战斗后 无力还击的南越舰队 便彻底四分五裂 只能狼狈撤离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我方舰队乘胜追击 不仅顺利将越南军舰赶出国境 还成功收复了西沙群岛 狠狠的打了西方列强的看戏嘴脸 经此一战 我国海军的威名远洋海外 而海战的最终压倒性胜利 也让很多试图欺压我国的西方列强望而生畏 俗话说的好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一向主张有备无患的毛主席 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为这一天做足了准备 1953年1月 在呈长江舰考察时 毛主席突然提出 想要看一看海军最大的军舰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 如何能尽快强大海军力量 一直让毛主席十分头痛 凭借着超前的政治眼光 毛主席敏锐的意识到 将来的国际战场上 必定会有海军的一席之地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 建国后的海军建设 并没有像毛主席期待的那样 迅猛起飞 也正是因此 在看到广州黄河两艘艇后 毛主席无不失望 因为与美国第七军舰的舰艇相比 我们的最大军舰简直是太小了 在当时大家都认为 毛主席的要求过于严苛 中国海军总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 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了 毛主席的先舰之名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毛主席拼尽自己的权力 捍卫了新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他笔下的同一二字霸气从容 以坚定不移的态度 维持了西沙群岛半个世纪的稳定 试想如果不是毛主席 执意发展中国海军 恐怕当年我国都没有将来犯越军 赶出国境的能力 而毛主席对战局的把控与判断 更是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态度 这是伟人的眼光与格局所在 也是新中国的荣誉与幸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